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北新闻网 我是黄又贤 新闻头条带你来看到的则是 总统蔡英文今天出席参加 淡江大桥联络道路工程的动土典礼 小云泽表示淡江大桥完工之后 能够让往来巴黎和淡水两地 缩短了将近15公里的车程 可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建设 面对这历史性的一天 相信完工以后 将成为国际注目还有在地的一个重要地桥指标 今天上午在淡水区 由车口停车场 由交通部公路总局举办淡江大桥 及其联络道路第三标主桥段的动土典礼 总统蔡英文 新北市长侯友宜 交通部次长黄玉玲 以及立委吕孙玲等人都到场参与 而总统蔡英文表示 今天是历史性的一天 淡江大桥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建设 让往返巴黎与淡水缩短了15公里 完成之后 也是国际主木在地的重要地标桥梁 对于淡江大桥 我个人也有一些经验 我记得2010年 我曾经竞选过新北市的市长 不过对手不是你 我的政策团队也花了不少时间 在领固淡江大桥的新建以及时程 我们很高兴九年之后 以总统的身份 来参加我们第三标的主标段的建设的动土典礼 有一条交通经济安全观光 也是我们进出国门 我们看到我们的航空飞机下降起身的时候 看到我们台湾的交换 这条球是我们所有人的梦想 好不容易 谢谢总统 今天能够亲自来主持 最主要的主桥段的施工典礼 市长侯友宜说 感谢中央单位地方明代对工程的推动 新北市计划已经预留了 未来淡海轻轨延伸巴黎县的空间 对于全国具有公共运输优先的示范性作用 而另外对于第三标主桥段工程 过去流标七次 立委员孙林说 在过程中不断要求行政院在督促之下 终于可以动土 我在担任立法委员以来 我们淡江大桥就历经了七次的流标 那每一次的流标都让我们淡水人 还有巴黎人感到非常的失望 所以但是我们也不放弃 那我也一直在立法院不断的质询 要求各部会 还有要求我们预算可以增加 那我想这条桥它除了有通行的意义在以外 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的典范 在台湾的公共工程跟知名建筑师的合作之下 我想这条桥它是一个大桥 也非常非常的美丽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动工典礼之后呢 可以一切顺利如期完工 那也希望可以破除大家一直对于淡江大桥 这个选举服务桥的这样的一个留言 那我想今天它已经正式的动土了 那我们也期待五年后可以顺利的通车 因为淡江大桥完成之后轻轨的延伸哦 淡江大桥主桥体工程总建设经费211.94亿元 由交通部、内政部、银建署以及新北市政府共同分担 而其中新北市分担共79.51亿元 在今天开工之后 工期为2040天 全线预计在2024年底完工通车 记者许多安一 我们下期再见